新华社的比利斯5月8日电,记者李明·埃里温消息,亚美尼亚国民议会8日选举反对党领导人尼克尔帕西尼扬,为新一届政府总理。 在当天的议会投票中,帕西尼扬是唯一的总理候选人,他获得59票支持,42票反对亚美尼亚宪法规定,总理候选人需获得国民议会105个议席的半数以上支持方能当选。 帕西尼扬在当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政府成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着手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 他说,我们不能容忍国家权利,过分集中于总理的政体,我们将采取措施改变这一安排。 根据亚美尼亚宪法,新总理就职位。 后,需在5日内,提名部总理及内阁各部长人选,15日内完成新政府的组建。 亚美尼亚2015年12月修改宪法,将国家政体由总统制改为议会制。 根据新宪法,总理掌握国家行政权力,总统为国家元、首,成为理性职务。 4月17日,亚美尼亚国民议会投票选举,刚刚卸任总统跟谢尔日萨尔基相为总理。 但由于接连发生抗议活动,萨尔基相于当月23日宣布辞职。 亚国民议会5月1日就选举新总理进行投票。 唯一的候选人帕西尼亚因为获得国民议会过半数一席支持而未能当选。 根据规定,如果首次投票未能选出总理,国民议会将在7日内举行第二次投票。 国民议会5月3日宣布,反对党联盟领导人帕西尼亚,再次被提名为总理候选人。